明朗集成立应变小组 那也跟长荣 包括我打电话给林宝水董事长 他们事实上我在处理 长荣机师春节罢工几率大 交通部成立应变小组 但长荣罢工投票22号才开票 工会说确定的罢工时间和日期 最慢24小时前告知 到底影响多少航班 交通部长王国才说 目前言之过早 但人和时间赛跑 积极公通以不发生罢工为目标 积极公会整个他们过去的是 比较理性的 我想说这边我还是相信他们 我是觉得长荣的资方 也有四处善意 那可能是另外一个 是一个更理性的对话 旅行业者也估算 春节旅行团航班占比 长荣占40% 黄航也是40% 至于剩下20% 大多是新宇和其他航空包机 虽然无法统计到底多少团受影响 但这节订单已经全部订满成团 如果在罢工前24小时才公布 根本无法应变 回顾2019年华航罢工一周时间 当时滞留国外旅客数超过2.7万人 营业损失约5亿 机市薪资损失约1亿 若长荣这次罢工又碰上春节 旅行业只认为影响更大 值班交通部可以积极协助劳资双方 避免罢工造成三书局面 华航的他的整个赔偿 承担金额是250块美金 一个人为上限 但是这其实如果是在春节期间 恐怕会不够 业者分析旅行社团险 没有理赔罢工 影响层面很广 也建议旅客如果是散客 出发前可以购买行程不便险来因应 TV新闻宣布建设 这里台北财富木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